你好, Paisy, 你好 阿盈, 多謝你邀請我 別客氣, 很開心 可以有這個機會跟你聊天 我最近見到你主持節目 主持《我推的野人》直播 但我剛才也問過你一個問題 我還說現在的人 還記得當年你是歌手身分入行嗎 年輕的人不知道 年輕的人不知道 但你的歌手路 如果要你形容的話 你覺得算是一條怎樣的路? 是沒有…當時會耿耿於懷 是 現在看開了 因為人有你的命運 還有你可能的路、路、路 可能也不一樣 沒得後悔 是 這樣不是很好嗎 後來可能跟唱片公司結束了 你也要生活 是 幸好我會說國語 剛好有一個國語台 是公司的 是 他們說有一個演出 演出後,他們就覺得可以 我就進來了 我進了電視台 公司 進了公司 之後開始… 以前唱歌 勁哥組的監製 當時是Julian,姓潘 他給了很多機會 我由主持無間 最開心的… 我覺得我的人生其中一個高光點 是我主持勁哥的金曲 因為他還讓我唱歌 我每一集都可以跟這首歌唱歌 說到你說唱歌 因為我看見你這麼晚在家製作歌 在家製作歌 我看見你都設定了工具 是否阿豹哥替你弄的 當然不是 他真的不會理會我 但你以為他好像很好人一樣 對 他說不用做 有個朋友幫我買了小小歌 一個混合器 不過我只是一踢過 我沒有調節過 是… 零調節過,但可能唱幾遲 之前就練習一練 如果我要錄 基本上那天我一定不能煮飯 而且我要趕著在我老公下班前 完成那件事 為甚麼 因為他側面用眼神 而且用他那種張力告訴你 你的音是不行的 或是你唱得不好聽的 他會這樣壓力 很大 大哥,真的很恐怖 是嗎?我看他平時對著你 他好像甚麼都聽你說 一說音就上身了 真的嗎? 對,因為大家都有要求 我想知道你可否示範一次 如果真的你在炮哥面前唱 他會說甚麼 他正在打電話機 但是… 但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音不好 他突然… 他很討厭人家 我說那支咪高峰能錄到 這樣就不行了… 別聽就別聽了 他真的這樣嗎? 不要震,音不要震,可以直嗎? 他沒有震,沒有震,走音,很滑 我說你不用告訴我 其實我現在的耳朵也很好 我比他好 是 我聽到,我說我聽到的 你跟他的相處 是否多年來都是這樣? 也是這樣 是 他沒有變過,其實很歡樂 他現在已經歡樂了 最初是比較暗 會否因為受到你的影響 一定… 你做了甚麼? 我是一道陽光,充滿了他的心 是嗎? 射進了他的心 說真的,還沒認識你們之前 其實我還是沒想過 為何你們這兩個組合 會可以… 是嗎? 沒有想過 其實他浪漫的 因為他寫歌詞 是 他那時候有幫我寫過歌 現在看回原來那時候 他對我有點感覺 他寫了歌之中 他說你知道了 現在我以後二十多年才知道 如果說他最吸引你那一點的話 你會… 我覺得很有趣 是一個很頑皮的年輕人 玩遊戲機 跟你說話又不理你 就是這樣 當然,平時他也是… 夠不夠白 說是難的 但是我們真的要有很重要的決定 或者我們要商量一件事 他會上心 所以你們就這麼多年都這麼恩愛 很辛苦 他跟我說他更辛苦 真的? 對,所以他經常都不喝酒 對 我們問他為什麼不喝酒 為什麼? 他說因為有一次他喝醉酒 然後我哄他說不如結婚 他後悔到現在之後戒酒 當然不是了 其實他是不喝酒 一向不喝酒 他不吃煙,也不喝酒 原來他挺乖的 不知道 這麼多年來 你拍劇的次數不多 不多 但你每次選擇的都有挑戰性 之前看到的旁觀者這部劇 是,阿世 阿世找我 這個挑戰性也挺大 是的,我亦要橫跨不同的年紀 然後他又跟我說對手是和敏役 我跟他的對手戲是最多的 最多 然後我們經常會有些真的很感動 哭到暈倒 對 真的拍完後哭到收不到聲音 還有後來… 就是有些氛圍的 因為很多場戲 其實對於我們來說 你炮鼠都真的豁出去了 譬如除了哭氣 有些就是睡街的場面 我很喜歡那場戲 睡街的人生 怎樣有機會可以試這種場景 人生不能經歷 對… 可不可以在《我推的野男》 直播 是… 是否相隔一段時間 沒有再主持這種 真是直播的電視節目 直播和一個類似真人表演 對 我是第一次,但是我最投入的 接近尾聲的時候 通常開始有些很捨不得的感覺 一定會有 但我會跟監製推薦下一次 《我推的野女》 挺好看的 對 女生可能很有力量 對 我很有耐力 會否找你的姐妹來 你知道姐妹每個都很厲害 她們都有做運動 不會… 我覺得姐妹現在已經少了 其實跟這群姐妹 即是胡說八道的那群 會否令你在工作上太辛苦 一個放鬆的方法 就是跟她們一起聚會 會,因為現在大家各自有自己的家庭 對,但每次我們約會 經常要談到別人的店舖 就是趕你們走 還未肯,要走了?這麼快? 幾點?這麼早就要什麼? 不捨不得這樣 是 所以你現在的心態 對工作這件事 或者唱歌這件事 你抱著什麼心態去對待? 不要推動我 我要在一個很輕鬆的情形之下 做我自己想做的事